你好 我是黃柏林 歡迎收看這一節華視新聞 新聞開始來關心的是 大家都在問台灣 有沒有可能再次爆發社區感染呢 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 要經過觀察期 到1月28號才能夠確認 主要是因為 這北部某醫院的群聚感染 又在擴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昨天宣布了新增一名護理師 案852確診之後 今天除了新增3例 來自印尼的移工確診之外 這一個醫院又有 另外一名醫師確診了 指揮中心表示 所謂的案856 也就是1月10號當天 跟第一位染疫的醫師 因為治療病患而有所接觸 然而當下兩個人 都是有戴口罩的 但是卻雙雙確診 趁著中午時間 醫師和護理師到 負壓隔離艙採檢 因為16號桃園的醫院群聚 新增一個護理師確診 召回同事二度採檢 同時指揮中心記者會 通常兩點舉行卻延到三點 原來本土疫情在擴大 總共要採檢兩百六十五人 其中兩百二十四人陰性 一人陽性 暗性的鼻炎 所以他鼻子不通 什麼什麼等等的症狀 不過他大概有回憶起來說 好像16號那一天 他覺得好像又比較嚴重一點 案856是同院醫師 一採陰性 重新採檢卻變成陽性 原來一月十號他和院內感染的 第一位醫師案838 為了治療病患有面對面講話 但分別戴外科口罩和N95 還是疑似因此染疫 而且兩位醫師分屬不同休息室 待過的區域全都消毒 院內也加強分艙分流措施 醫師的接觸者都還在匡列 但都會直接列尾隔離 同時醫院也不再收住院病患 安排救護車協助重症病患轉院 這昨天有疑嗎 昨天有疑 一直搬來搬去搬到別的樓層 他說要消毒 分流消毒通通坐 只怕有縫隙 院內群聚停不下來 華為新聞也會呈羅大偉 S&P小組 台北桃園參謀的